娶六个老婆生三十个孩子 拥有豪车数百辆 你根本想象不出 现任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拉西德 到底多有钱 你也想象不到 迪拜酋长的生活有多狗血 红手将11岁小女儿 正式联姻给34岁酋长 全球追杀出轨了贴身保镖的妻子 陷于百一级离婚官司苦苦挣扎 再多的钱也阻止不了女儿和老婆 那颗想要出头的心 你相信看完这条视频 你会对迪拜的奢华生活 有个全面的了解 现在的人只要提到迪拜 首先想到的绝对是路边高耸入云的高楼 街上遍地的豪车 身上没有几千万都不好意思出门 但是在40年前 迪拜还是沙漠中默默无闻的小渔村 全靠打鱼为时生计 别说豪车 就连自行车都是稀罕物 作为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之一 迪拜虽然是人口最多的 但几乎算是最穷的 虽然阿联酋全国境内石油众多 但70%都集中在阿布扎比酋长境内 属于迪拜的石油资源少之又少 前九任酋长都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用不多的石油资源勉强度日 导致迪拜一直都发展不起来 直到第十任酋长 穆罕默德·拉希德登基 迪拜才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拉希德意识到 迪拜想要依靠石油发家 是没有希望 于是便另辟西径 为迪拜制定了一条全新的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速石油开采并大量出售 拿到了城市升级的启动资金 然后他便开始大兴土木 将通商港口全部打通 将迪拜打造成了 兼具旅游、金融和航空、房地产等 现代化城市 拉希德有一句名言 没人会记住第二个登上月球的人 所以在这样的信念引导之下 迪拜什么都要成第一 虽然迪拜国土面积 只有1287平方公里 还没有我国的青岛大 但他一不小心就创造了好几个世界之最 世界上唯一一个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高321米 56层楼包括202个房间 据说一间客房的面积达到170平米到780平米不能 在这里住一晚 最便宜也要5000多人民币 而25层的皇家套房 睡一晚上就需要花费大概11万人民币 除此之外 还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塔楼 哈利法塔简称迪拜塔 高828米 楼层总数162层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 朱美拉松女岛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岗 捷贝拉里人工岗 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迪拜购物中心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主题公园 迪拜乐园 在拉西德的一系列操作下 迪拜迅速完成转型 不仅成功出圈 还闻名于世界 这让拉西德赚得盆满钵满 但他没有忘记当地的人民 拿出大量的钱当作国民的福利 甚至可以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你知道迪拜人生活的有多幸福吗 总结起来就几句话 出生给土地 结婚给公寓 工作给分配 社会给地位 薪资翻十位 这就是富起来的迪拜酋长 穆罕默德拉西德 给自己国民的福利 所以说迪拜人民是全球最幸福的人 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为了给国民合情合理的发钱 拉西德绞尽脑汁 在迪拜政府里想出了许多岗位 这些岗位几乎都是清闲岗位 每天就工作几个小时 真正做到事少钱多离家近 比如像入境盖章的工作 只要每天盖盖章 每月工资就有六七万迪拉姆 按照现在的汇率 一迪拉姆约等于1.8块人民币 算下来 一个盖章的工作月薪就有14万左右 妥妥的年薪百万 而且如果真的有不想上班的 拉西德也管了 每个月政府都会发放补助 数额大约在1万迪拉姆 在高收入的同时 他们的开支却非常少 税收是根本没有的 另外电话费不要钱 就连一对新人结婚 国家还会补助大约50万当作彩礼 新人生出爱情的结晶后 国家立马送上一套免费的公寓 生几个孩子就送几套 而且教育医疗也全部免费 这样的生活 试问全世界有谁不会羡慕呢 就连乞丐都盯上了迪拜 前几年就有新闻报道过 一个乞丐在迪拜祈祷了一个月 就赚了47万 此消息一出 顿时在迪拜清真寺 以及商场周围 出现了大批乞讨者 他们平均一天就能挣到1.6万人民帝 但是这件事好减不长 很快迪拜政府就注意到这个情况 作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 街上出现如此多的乞丐 实在是太影响世荣世贸了 便开始抓捕这些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乞丐 但还是屡进不止 所以到后来只能下令 只要迪拜境内遇到乞讨的人 全部直接驱离出境 这倒不是迪拜政府没有人性 而是因为迪拜是根本不会有穷人的 这些乞丐 百分之百 都是其他地方过来行骗 迪拜人事少钱多有时间 所以就发展出了很多独特的爱好 比如说养狮子 养老虎 豪车什么的 更不要说了 在迪拜 公交车统一都是奔驰的 大街上跑出租的 也全部都是跑车 可以说迪拜的豪车数量就像我们这里共享单车一样多 如果某辆车不想要了 就随便扔在机场附近了 根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光是2003年就有3000多辆豪车被遗弃在机场 说到豪车 穆罕默德拉西德酋长也是一个爱车之人 光在迪拜 他就拥有上百辆豪车 3800万的布加迪威龙 4300万的阿斯顿马丁 顶配的麦巴赫 劳斯莱斯 各种豪车应有尽有 全部停在他的车库里 但他本人最喜欢的 还是一辆价值300万的奔驰G55 AMG 不得不说 这位酋长其实还是挺会过日子的 但如果你了解一下他的个人生活 你会发现 简直比电视剧还狗血 你知道有钱人的生活有多么狗血吗 就比如 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拉西德 在他成功带领迪拜完成转型后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富翁后 他就开始寻花问柳了 截止到现在 他一共娶了六任老婆 登记在册的孩子有30个 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被称为全球最帅王子的哈曼丹 哈曼丹的母亲 就是拉西德的第一任老婆 但自从他们结婚后 哈曼丹母亲除了在生日时 在媒体上出现过一次 其余时间就再也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因此就有不少人猜测 是不是被软禁起来了 之所以大家会这样猜测 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在之前就发生过 就在2000年 18岁的萨姆莎公主 为了摆脱政治联姻的命运 出逃到了伦敦 但仅仅几周之后 她就在伦敦大街 被几名迪拜特工抓了回来 而从此之后 就再也见不到任何她的消息了 之后 萨姆莎的妹妹拉蒂 也展开了出逃行动 但在海关时 被认出 也遭到了逮捕的后果 曾向媒体曝光了她父亲的种种行为 就像她姐姐萨梅莎公主 之所以会没有消息 是因为她父亲 将萨梅莎软禁在了地牢里 并且不断地折磨她 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 关于拉希德 让女儿联姻上的事情 最狗血的 莫过于她打算 让11岁的女儿 嫁给沙特一个34岁的酋长 而这 也是她第二任妻子哈雅 给她戴帽子的原因 作为拉希德最宠爱的妻子 哈雅 可谓是受尽了宠庆 仅仅过个生日 拉希德就豪至2亿美元 但拉希德风流成性的作风 也让哈雅心灰意了 于是便向拉希德学习 也开始令群踏欢 爱上了年轻帅气的贴身保镖 果然 电视剧的情节 是来源于生活 但红杏出墙 终究是包不住的 拉希德很快就知道这件事 便派出杀手 要追杀保镖 而对于哈维来说 拉希德 让他们11岁的女儿 政治联姻 给34岁的老男人 也让哈雅心生不满 于是 她便和保镖一起 带着女儿 经过精心的准备 逃离了迪拜 来到了英国 并请到英国最好的律师 和拉希德打一场 涉及金额 高达百亿的离婚合同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世界 咱是真的看不懂 可能女性在拉希德眼里 就是用来交换的物品吧